我叫大家計算Electricity, Demand 我們知道計算Electricity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Percentage change in Q over Percentage change in P 誰大一點誰小一點 另一個方法就是我們看看P的改變 帶來Total Revenue有什麼改變 如果它是Elastic的話 P的改變就會導致 P的增加就會導致Q有大幅的增加 這個叫做Elastic 如果是這個時候 Total Revenue就會下降 但是如果是Elastic的話 P的改變 Q其實是不太反應的 所以Total Revenue就會上升 我們也可以透過Total Revenue 去知道究竟它的Electricity是等於多少 一般來說做AMC都是看Total Revenue這個 好,看回這篇圖 當然你可以計算 但是如果不計算的時候 我們就看Total Revenue 3,4,12 即是說這裡是120 Total Revenue 如果去到2元的時候 6,2,12都是120 1元的時候 一樣120 即是說 在不同的價錢下 Total Revenue都是相等的 所以Demand就不是Elastic 所以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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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